美國的公務卿 立法會有多少議員 多麼奮勇 基本上就是不斷地在按照規則之下 你要奪權 去幫你衝撞 去反抗 這一點他比較賺取 另外看到黎智英 李柱銘等15個人士 418人 去反抗 被人大拘捕 也都最近上了庭 下個月要再出庭 這件事情他都看到 就是說香港還可不可以維持高度自治 它已經有一個大問號 我知道就是經過兩會之後 月尾之後 可能是6月初或者5月底 美國會發表對於香港人權民主法的一個報告 這份報告會不會取消香港獨立關稅區的地位呢 現在成為了一個未決的問題 對於香港實際上有了公共法院的報告 這個做法 中共的官司 根據說給中國的公共法院 如果中國的香港管理會大家 都不是呢 在內部這幾個市場 就是它的公共和公共相關 就是它 背後主要政權 就是它的公共和民主法院 但沒有它警方無權 就是它公共的要盡力 就是它公共的來自公共和民主法院 但是 它公共的證供 就不可以 這個公共要盡程式 這一點美中的關係會提前在香港問題上攤牌